国子健来了个女弟子 正在热播中 很多人说 追这部剧唯一的收获就是卓文远 于是 卓文远成了这部剧唯一的看点 由于卓文远是反派 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然后好多人现在已经在担心卓文远的以后了 讲真卓文远心心念念把阿琪娶回家 可是揭开盖头的那一刻 感觉到卓文远的心都碎了 那一刻 作为一个路人也特别心疼卓文远 所以男二的优点来看看是不是这么几个 其一 男主太过路人 直白点说 就是太丑了 其实徐开成并不丑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不适合古装 或者造型师是真的不行 徐开成的现代装还是蛮帅的 但是在国子健里 这艳失业是真心让人没有心动的感觉 由于男主不行 就只能看男二男三了 于是比较亮眼的卓文远就成了大家的菜 总之 男一太丑 就只能磕男二了 更何况男二是真的比男一好看太多 其二 剧情太尬 就是俗称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剧情 这部剧让人追不下去的主要原因 其实是有点半调子 你说剧里是搞事业吧 男女主似乎也没有干什么大事业 你说是谈甜甜的恋爱吧 又没有那种很甜的感觉 就很有点半调子的意思 而且剧情中很多地方都是硬推 没有逻辑性可言 男女主的剧情太尬 只好推而求其次看男二的剧情 然后发现男二的人设还不错 其三 CP互动太油腻 甜甜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男女主角互望一眼之后 往后日子里感情慢慢生根 再后来心里只有彼此 长期日子里 双方价值观 人生观的碰撞 那种感觉就像是找到了上辈子遗失的肋骨 可是 国子剑里的爱情没有找到肋骨的感觉 倒有种初中生被老师破的感觉 燕云芝每次说有他在 绝对不会怎么怎么样 可是他什么似乎没做什么努力的样子 就特别让人出戏 因此 这对CP很多人表示磕不动 磕不动男女主 磕女主男二也不错呀 其次 谁不爱搞失业的男人 燕云芝是大学老师 这工作也还不错 但是燕云芝中途失业一次 说明他的工作并不怎么稳定 燕云芝没什么野心 但是 卓文远有呀 卓文远搞起事业的时候 是不是很帅 怪只怪卓文远要承担反派的角色 如果他不是反派的话 人家卓文远有脑子 有野心 还有谋略 重要的是还深情 当然 这句有个伏笔 女主的哥哥或许是卓文远害的 但又觉得卓文远不应该给自己挖这么一个坑 大家喜欢卓文远的重要原因可能是现实中没有反派 大家也不用做那么多坏事来推动剧情 所以 在现实中 很多姑娘就会选择卓文远了 据说 这部剧最后 卓文远会很惨 目测有很多人会哭惨 这部剧最后